十几杯半决赛,阿根廷对克罗利亚 阿根廷必胜,梅老板加油 大家好,我是老院 咱们还是来投票啊 决赛,阿根廷对法国,你支持谁 老院支持阿根廷,投一票 点球啊,雷西主罚病毒1.0啊 这是我猜的 没老板1.0,没老板进球 好,2.0,2.0,太好了 牛逼 这小爹壮壮的 千里走单起 千里走单起 2.0啊,今天没老板状态非常好 半场休息,这个没什么事 我也跟大家聊一聊 那世界第一运动,足球 在美国是怎么样的存在 美国人非常热爱球,热爱运动 但是足球在这里并不是很受欢迎的 足球在全球是第一运动 但在美国却排不上号 美国老百姓其实最喜欢的运动 前三名是美式橄榄球 棒球和篮球 足球应该还排在冰球 高尔夫球等运动后面 很多美国的老百姓根本不懂 不看,也不关心足球 我个人认为足球和美国受欢迎的 这些传统运动区别 特别是橄榄球,棒球,篮球 这个三大球 最主要的就在于 其他项目可以随时展停 插播广告 这一点呢很符合美国人的文化 踢足球呢 半场45分钟 经常没有暂停 而且进球太少 看了半天 经常是0比0 平局 别看美国老百姓不喜欢足球 但其实也仅仅限于职业足球 民间喜欢足球的人还是不少 平日付费看英超西甲 易甲的人也不少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 有大量的从欧洲啊 南美啊 亚洲来的移民 这些移民很多 还是很喜欢足球的 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不喜欢足球 如果你像老院一样生活在美国 对美国足球的印象 大概率不是来自于职业比赛 也不是来自于世界杯上的美国队 而是平日里经常能看到的 蓬勃开展的青少年女子足球赛 我们经常能看见 美国女孩在踢足球比赛 每一个中学都有这个女子足球队 而且水平也是相当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跑动积极 技术也不错 而且特别的投入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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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球 美老板太牛逼了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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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3比0 3比0啊 战袍在手啊 美老板三掌 进了三个球 星期天干掉法国 完美收官 大红尺 大红尺 贼